兩個Paul已經到了,對不對? 那我們就先請那個K-A-P-I-B-A-R-A 喔,卡皮巴爾,是喔 OK,我們請卡皮巴爾 我們再請Paul準備一下 卡皮巴爾是 哈囉,大家好 我叫卡皮,然後我是一個自我撰稿的 就是新聞方面的工作者 然後不是技術方面的人 所以說就是今天也是 才是第二次來參加吧 然後就是沒有一個很清楚的一個技術方向 然後就是跑出來就是想說一個 算是一個想要嘗試看看的事情 然後就是想看看有沒有人會感興趣 然後就是這個是來自我自己的一個經歷 就是我們其實就是 台灣的外交 大家都知道就是困境也比較嚴重 然後這個 但是我們執行這個外交方式 通常大家都知道外交就是元首外交 然後可能就是政府會 或者是當然也有MGO 那有很多資源 或者是說可能是各式各樣的 然後去給邦交國 那這個當然有部分它是有效果的 但是有可能就是一個 做一個政績 或者是一個數字 然後就 所以我就一般人就是 民眾也不覺得說 跟自己有什麼一個直接關係 那可能就是一個新聞畫面吧 這樣子 那我自己比較 我自己的頭一個shock是說 我去南非 就是去參加一個會議的時候 然後遇到一個斯瓦地尼的記者 那這個記者就跟我說 他覺得斯瓦地尼就像台灣殖民地一樣 然後我就很震驚 因為我本來 但我以為說 這個就是台灣可能MGO或什麼 都對他們有很多幫助或很好 但是就是結果 我慢慢 我後來就去了斯瓦地尼 然後就是 也有採訪了一些當地的人 然後 就是有很多的一個負面的反饋 就是 可能就是說台灣 用這個武器增加民眾等等 還有就是 然後 比如說他們今年就是 早一點的時候就是有一個民主派的一個領袖 然後就是被 但應該是被國王刺殺了吧 然後所以 因為她的這個 後來她的太太就是 她遺孫就來台灣 然後就是 也有控訴說 她希望台灣政府不要再幫助他們 那我覺得就是說 不好意思 就是 我會想要做就是說 這個外交這個東西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它不只是一個說是一個元首或是外交部 或是大使 少數的一些官員 他們在那邊規劃 然後在那邊跟這個 去做一個交易這樣子 然後有沒有可能就是 比如說 新聞啊 或是等等這些資訊 然後是 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當地人他們是怎麼在看待這個事情 那如果是有錯誤的訊息 也可以有一個事實的查核 然後 這個事情可能是兩邊的公民 他是可以合作的 然後 也是一個公民有餘的一個開始 然後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再請